哇 超誇張 有夠大隻 他比你的臉還要大耶 好扯喔 他長得...沒有我可愛 他長得實在不太可愛 你接受他翻過來的樣子嗎? 我覺得他翻過來一定是超可怕耶 他露蠻多的耶 這個是蟹膏的部分嗎? 他是蟲膏喔 店面不大 大概只有十個位置左右 那我們現在來點餐啦 大王巨竹蟲濃厚魚介白雞白湯拉麵 夢美球的夢幻食材 是真的很夢幻啦 但也真的很可怕 怎麼樣? 我們已經看到本人了 好可怕喔 等一下要拿那個殼起來嚇你 給大家看一下 他的腳先來了 對啊有覺得恐怖的感覺嗎? 很像零角酥 什麼意思? 我覺得他長得很像什麼蝎子的尾巴耶 還有倒勾的那個... 勾子 味道真的滿像是螃蟹 幻想自己在吃螃蟹 對 甜的耶 對啊好鮮甜喔 怎麼會這樣? 他比蟹肉還要再更鮮甜 比零角酥好吃吧 但是我覺得他的口感比較粉一點點 就是蟹肉的話可能會比較... 吃他肉的顏色有一點粉嫩粉嫩 但他的腿腿肉滿少的 就是一般螃蟹餃 但他已經算是可以吃的螃蟹餃 有些螃蟹餃細到 連吃都沒辦法吃 但是看起來是真的很可怕 你看這個啦 一節一節很像那個放大版的蟑螂餃 哇... 哇... 超可愛的耶 超可愛的耶 我覺得超可愛的耶 你也覺得超可愛的 真的滿可愛的耶 真的滿可愛的耶 讓人家想像他會這樣動 他會這樣 你知道這個漁夫抓到他 通常都是會把他放回去的嗎 那大家就好好的不要吃他就好了 沒事把人家撈上來吃乾嘛 其實看他的身體還勉勉強強 可以把他想成是一個比較... 胖的龍蝦 因為龍蝦也是一節一節的 但是... 看到這個頭 好可愛耶 好可愛耶 我不行 超誇張 有夠大隻 他比你的臉還要大耶 好扯喔 他長得... 沒有我可愛 他長得實在不太可愛 你接受他翻過來的樣子嗎 對 我覺得他翻過來一定是超可怕耶 喔... 他露滿多的耶 哇... 這個是蟹膏的部分嗎 他是蟲膏 喔... 這個肚子 他背面長得更噁心了啦 他這個頭 那個頭 這個嘴巴 喔... 這異形耶 對 他這個是肉嗎 然後這是蟹膏 對 好的各位 那咱們就... 才吃囉 先吃吃看他的肉 他肉怎麼那麼大塊耶 我怎麼覺得很可怕 等一下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到他有一顆一顆的那種很像軟的東西呢 整個顏色是黃色的透明透明的 感覺是最肥的一塊肉 很像柚子 讓我感覺到我現在在剝柚子 哇... 好好吃喔 我吃的是白肉的部分 你吃的是肥肉的部分 你吃的是肥肉的部分 欸很好吃 他超嫩 你吃了你吃 加油... 加油... 好Q喔 對啊... 這邊是Q的可是後面是黏的 恩... 這感覺是他的軟 我還有看到一顆一顆透明的感覺 我覺得他這個很Q然後很有彈性 已經到了有一點點硬的部分 然後他的味道 其實是像蟹膏的味道 恩... 好鮮喔 不要看他的話 他真的很好吃耶 沒有... 喔... 喔... 我會懷孕嗎 老闆都沒吃到的東西 新郎耶 恭喜你 有大王巨竹的蟲囉 對 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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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後面的肉 來吃吃看 他後面的肉我覺得超喜歡 它是那麼綿綿的 然後... 軟軟那麼多的 他的肉看上去就很像雞肉 我超愛他後面的肉的 恩... 是不是很軟 很綿對不對 好好吃喔 那他確實像新聞裡面所說的就是 他比螃蟹的肉子再更鬆一點 對 可是他的海味更重一點 要不要吃吃看我很期待的部分 好的 蟹膏部分 這顏色看起來不太美妙你 今天只有我一個人在快樂 對 你怎麼這麼快樂 他比蟹膏看起來更黃一點 我覺得他的那個味道啊 海鮮味有點重 對 吃下去不會那麼的... 辛 你吃了為什麼 不是點的嗎 我吃的是點的欸 什麼意思 很濃 就是他已經濃到 跟我想像中的蟹膏是不一樣的東西了 可是他的海味真的很重欸 我剛剛吃完一口之後 我現在在吐氣 我都覺得一直有這個蟹膏的味道噴出來的 他那個海味超重欸 他比蟹膏再更柔軟一點 蟹膏的話比較...有口感 就是吃下去基本上就化掉了 欸 筋囊的部分你不把它吃一吃 你不是很喜歡他嗎 深一點他的兒子來吃啊 我吃一下吧 我先吃一下 我最喜歡的是他的肉 然後再來是筋囊 再來才是蟹膏 我是先肉 然後是他前面的那個蟹膏 好 筋囊 因為他太Q了 我喜歡他那個綿密的口感 但是我是喜歡他的味道 因為我覺得他筋囊的部分完全不會心 對 就吃下去是有一種 欸 謝謝囉 對 然後他的肉呢 我覺得其實不算到很多 有一點 虛當真是啊 這個傢伙啊 對 有一點 因為他的殼呢其實非常大一個 但他中間就只有這一條呢 會是有肉的部分 旁邊都是殼而已 你就旁邊就乘涼去啊 他麵的部分呢就是雞白湯 其實他們店的招牌呢就是雞白湯 跟濃厚煮乾 那如果你是特愛吃那種超濃 濃得爆炸的人 那你就可以吃這個煮乾 我很期待 大家說他的雞白湯很好喝 乾杯 乾杯 喔 依然很好吃 他的麵是屬於比較硬一點點的 就是稍微比較Q彈一點的 如果是愛吃硬麵的人呢 你就會很喜歡 而且他麵給的很有誠意 沒錯 雖然大家應該重點都在那一隻啦 可是因為那一隻的肉量真的不夠多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要吃飽的話 確實麵的部分還是滿重要的 我會願意再來吃他的拉麵 好香喔好好吃 欸這個如果 趁次推出大王劇竹蟲胸罩 先不要耶 我完全沒有想買一面 最好是你想像一下有個男生晚上就是回家的時候 然後要跟女朋友嘿嘿 那時候然後呢 那女朋友衣服一脫下來看到兩隻蟲在這裡 欸是不是那老婆我很開心 因為他老公可能是蟲蟲的那個愛好 這老婆你今天特別迷人喔 今天是大王劇竹蟲 因為他的海味重 就有一種那種海鹽的感覺 所以他就是 鹹度其實還是算滿高的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難的應該是在功夫的部分 把他肢解 然後呢 還要再把他的一些器官拔掉 因為我們剛吃的話其實裡面沒有多餘的器官 這應該是滿難的我覺得 沒有 好啦我們吃光光了 沒錯再來 等一下準備把這個殼帶回家吃 帶回家送給你們 我不太想拿這個放在我家放好幾天 那你覺得整體來說怎麼樣 我覺得新奇度100分 好吃程度 好吃是有點意外耶 因為我原本想說他應該就像魚一樣 可是我覺得他很鮮甜然後很嫩 海味也蠻重然後很香 就算是常鮮OK 我自己是覺得 太驚奇了 我本來預設他真的是 不會多好吃 但除了他的肉真的是讓我有嚇到之外 還這麼好吃 讓我覺得很意外 但是我看到他的頭還是不行 我很推薦大家可以吃吃看 然後你就把它想像成是一隻比較胖的龍蝦 我覺得這套很有用 他是一隻胖的跌倒的龍蝦 他變紫色的了 跌倒欲青的龍蝦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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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